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英国路透社在3月20号报道 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 由于贪腐问题正在接受调查 那么目前的基本上是处于软禁之中 报道引述两个消息来源说 徐才厚3月17号被带到一个秘密地点 接受反腐调查人员的问话 其中一位消息人士披露 徐才厚的秘书 警卫 还有司机已经被换掉 他的一些家庭成员也已经被拘押 消息来源还说徐才厚是在协助调查 前总后勤部副部长古俊山的贪腐案 香港的南华早报在3月17号曾经报道说 徐才厚因为罹患癌症晚期而被免于调查 那么3月20号南华早报再次发出最新的消息说 徐才厚上个星期六从301医院被带走 他的妻子还有女儿以及秘书也在同一天被抓 不过这些消息还都无法获得中共官方的证实 台湾学生反对两岸签署服务贸易协议 占领立法院的行动3月20号进入了第三天 占领的学生还有声援的群众仍然在议场内 和立法院周围与警方对峙 而政府学生以及在野党也都在强化各自的立场 目前的僵局要如何来破解呢 各界都在密切的关注 3月20号中国维权律师王成 张俊杰 江天勇 唐吉典等人和受害者的家属 共30人再次前往黑龙江青龙山洗脑班 也就是黑龙江省农肯总局法治教育基地 要求立即释放被非法关押在那里的 法轮功学员施孟昌 韩淑娟 蒋新波等人 这是律师和家属们第三次前往洗脑班要人 由于洗脑班的负责人房耀春不敢出来面对 一行人只好在门口持续几个小时高喊 房耀春立即放人 你的主子李东升周永康已经被抓 3月18号19号两天 新疆塔城市农酒师164团的上千名职工 围堵团机关大楼 抗议团领导制定不平等的政策 以及贪污腐败等问题 那么由于官员的态度恶劣 团政委还有副团长被愤怒的职工 维一欧追打 好 观众朋友 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 感谢观看